嗨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肖公公 今天12月19号了 就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现在我要来开一个箱 这个呢是我们的古堡 又来投喂姐姐美肉咯 来 这个是保温的是吧 保温膜 看看 这次 又是什么美肉呀 保护措施做的还挺好的哈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我看看是什么肉肉 哇那边真的是好丝呀 我感觉那根 这个纸都是丝的 有一颗是这个 这么贵呀 好贵哦 这个肉肉 古堡破费了 吸尽我古堡的头位 我看看啊小伙伴们来 让我们来揭晓 这两颗肉肉是什么样的肉肉吧 你们还记得古堡上一次 投喂我的那颗黑蛋吗 呦 难道是连着盆一起发的 我不用再种了吗 哈哈 我不用种了吗 这样子看来真是连着盆一起发的 我摸着好硬哦 诶怎么弄 哇 看看哦 是一颗什么样的肉肉 我已经知道名字了 但是我真的很期待 因为在直播间和狠诗群里面 很多小伙伴都会问 姐姐你有这个品种吗 你有这个品种吗 然后我说我没有这个品种 我很少关注那些新品 然后他们说这个品种真的很好看 你可以考虑考虑拥有一颗 我们来看看吧 这一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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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妈呀 看来我得重新种 这一颗小伙伴们 你们看是啥品种 你们知道吗 我来给它打理一下啊 根系还真不错 我去拿我的小刷子 给它打扮打扮 这个莲盆发 我还以为我可以不用重新种了 看这这这这这 这还得重新种 这一颗小伙伴们 应该知道叫什么名字了吧 等一下我先把这个给它弄一下 你们看他们这个大棚里面的那个土啊 配的土 红色的火山岩 然后泥炭 然后这个黄的是 鹿糟土还是什么土 等我给它打扮打扮 然后告诉你们它叫啥名字 但是很多小伙伴们也可以在 弹幕上面打出来哟 这个应该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品种吧 我看了一下价格还挺贵的呢 小伙伴们看 这一颗 来 打在公屏上 是什么名字 我看一下 别说错了 小伙伴们 这一颗就是现在应该非常流行的一颗肉肉 叫虾脚 哇 它这个很可爱 颜色粉粉嫩嫩的 它这个真的很像虾脚的那个皮 你看 它的这个花边 晶莹剔透的 然后那个夜间吧 都是内钩的 很独特的一个品种 这个品种确实挺漂亮的 与众不同 外部的很多小伙伴都会在直播间里面问我 有没有这个品种 说这个品种挺好看的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品种 哇小伙伴们看 我也拥有虾脚了 这还真挺像虾脚的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颗肉肉啊 这个应该也是连着盆一起发的 拆箱的快乐 我能够感受到你们拆箱的快乐 期待 忐忑 来我们看看 哇这一颗是一个白色的盆 这一颗是一颗冰破 小伙伴们 看看啊 它写的是 基因王 强迫一颗 听着名字 就是说它的这个基因非常的强 这颗难道我也要重新种吗 小伙伴们看 这颗冰破 确实挺好看的啊 它的这个叶芯粉粉的 然后又有暗纹 不灵不灵的 嗯 这颗其实挺好看 要是再增高一点就好了 我也把它重新种了吧 给它脱土 漂亮 这两颗肉肉确实挺美的 古堡的眼光很好 哇 哇这个干嘛呀 小伙伴们看 这两颗多肉我就已经 脱好土了 现在我们来给它修一下根 把枯叶扒一下 哇我也是有虾脚的人啦 谢谢谢谢古堡美肉的头位 哎 这个虾脚 蹭它现在收到以后还没反应过来 要不长给它扒扒叶片 这个品种叶差成功率高吗 小伙伴们 我扒扒叶片下来看看能否成功啊 上一次那个黑蛋我都是 等它中了浮盆了以后我才扒的 这个的话 我先试一片 哎居然还扒下来了 再试一下这一片呢 这一片好饱满哦 我扒一圈就行了 这一片好像生长点有点那个破坏着了 但是也放在一边吧 没准人家成功了呢 这一片是成功了 但是伤着杆子了 这一片可以拔掉 它这里有两个小头呢 哎呀成功 真好 再来这一片 成功 再来这一片 成功 再把这一片扒了就不扒了 成功 再把这一片扒了吧 最后一片 最后一片 我保证 成功 哦现在扒成这个样子了 哎呦妈呀我可心疼了 我看一下 2 4 6 8 这八片 这八片可是 宝贝呀 虾脚能否在我这里发扬光大 变成虾脚鳞就靠你们这几个了啊 你们的任务艰巨 但是又特别的荣耀 但是又特别的荣耀 我来把名字写上 虾 虾 脚 12月 19号 好 编个号吧 看看到时候哪一个没有成功 这个是1号 2号 虾 好现在我把这几片叶子 先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去 那八片叶子 看成功几棵 不管成功几棵 得留一棵给古宝 让他看一看 叶叉的魅力 反正那八棵 要是不管成功几棵 到时候让古宝在那里面选吧 看他喜欢哪一棵 这棵的枯叶就已经扒完了 我要把这个根剪一下 修一下根 好 虾脚和冰破 我就已经修好根了 这两个小可爱 你们知道我给你们选择是什么样的豪宅吗 来给你们看一看 登登登登 看漂亮吧 这两个豪宅 虾脚种在这里面 然后这个冰破 种在这里面 挺好看的 小伙伴们 这个好像是小猩猩的那颗冰玉 我把这个帆子给撕下来吧 真的是流水的肉肉铁打的盆 用这个稀好的卖饭食 这个也是 多了多了 倒一点在这里面 这个盆生 这个就差不多了 你看 放一点小白药 控食肥 小粉药 来 虾脚 虾脚呀虾脚 你看 我给你搞这么一个豪宅住着 你可得争气啊 住在这个盆里面的多肉都长得特别的好看 所以呢我对你的期待也挺高的 一定要尽快的适应昆明的气候哟 我会好好的守护你的 这颗虾脚 你得乖乖的 在我这里安居乐业 漂亮 好再来种这颗冰魄 基因强大的冰魄 来到我这里来的话 你这基因怎么强大 可能都会被 被我养成撒蛋绿的 这个的话它有那个小庄子 咱们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我直接用小盆来控养吧 看看用小盆控养的冰魄 会不会状态不容易掉一些 好了我们就种好了 好美美的 走我们去浇水去 牌子做好了 然后这个是2023年的12月19号 入猪的牌子擦好 这个是虾脚 给你们浇水咯 两个小可爱 你们存在的古堡对姐姐太多太多的期待了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来照顾你们 你们也要好好的加油 赶紧长根出来哦 好漂亮 看看在阳光下的它们还是挺好看的 谢谢古堡美肉的头位 我也是有虾脚的多肉博主了 然后呢这一棵冰魄 你继续延续你的颜值吧 好了小伙伴们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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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